Hello,我今天来了韩国超市买东西 我一直想买中国的调料 可是呢,找了很久,不知道在哪买 然后人家说有很多韩国超市能买到相近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就来了 发现了很多东西 哇,第一个是 看见了猪肉 哇,猪肉,这么多猪肉 它应该是做烤肉用的 上面这个也是 然后呢,这太贵了 你看这个的是1350 就是大概100多人民币一公斤 100多人民币一公斤,这么贵 这个大概是120人民币吧,一公斤 太贵了,60块钱一斤 下面还有鱿鱼丝,更贵了 什么?500克 一斤是200人民币,一斤 然后还有什么香肠 哦,感觉也很贵 三文鱼 然后还有饺子 饺子这边有很多摩摩斯,我就不买它这儿的了 然后还有什么海苔呀 海苔呀 还有韩国的方便面 韩国的各种方便面 但我也没有看见任何中国的调料 他们说有酱油,还是有什么面条 哦,面条 还有,哇,冷面 因为我们在东北嘛,我在沈阳,我老家吉林 然后就是跟那个朝鲜族,有很多朝鲜族人 其实我们吃的饭,很多平时吃的饭里面也很多吃朝鲜族的饭 比如说这个冷面,这是我必吃的嘛 哇,有冷面哦,告诉我妈 我妈看见了会很高兴 很放心的感觉 然后这底下是一些罐头 这些是调料了 这些是调料 哇,太好了 这是什么 一些饭 一些那个素食的饭 然后一些汤的料 排带汤 看有朋友们给我留言说想看凡替亚的印度话说的怎么样了 给大家听一听 除非是调料 受到清亮 治疗 也好 但是 因为 也好 他们也好 欸 小一 咱 吃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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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98 吃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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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昨天都說,你做甚麼? 我先做我的東西 你有什麼? 我 James,你做什麼? 沒有,我先拿你的。 他先吃你的東西 我會做甚麼? 我先去那裡,能做得好嗎? 你來吃東西, Desert的味道,我吃東西 抱歉 拍摄 拍摄 我希望更多 你希望更多 比雁厄 你需要多喝 奶 我需要多喝 我需要多喝 明天我会给你多喝 明天我会给你 好吗 你给我听我吗 你给我听我 你给我听我吗 你给我 你给我 谢谢 谢谢 你在跟谁表演 你再说一个谢谢 谢谢 谢谢 你这个太印度话了 谢谢 你用印度话说一个 这个是给我的吗 你刚才说是怎么说的 这个是给我的吗 这个是给我的吗 不是 你印度话 这个是给我的 什么是给我的 这个是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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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TK 说什么 说什么 姐姐说什么 妈妈 不是 姐姐继续说什么 TEO姐姐刚才说了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 好的 你说个印度语给我们吵 听一听 给我们吵一吵 后来小说说个印度语给我们吵一吵 给你吵吧 你吵吧 你说印度语给我 给爸爸说说 你吵你吵 你给爸爸说 你给爸爸说 你刚才又说中文不用了 我想让你给大家看一看 你说印度话 没有了 我没有了 你跟姐姐说喝一点点 怎么喝这么多 你跟姐姐好好说 让姐姐再给你做点奶 一点点 就是印度语和中文他都说的很流利了 每天就这样切换切换很自如 这批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吧 哈喽大家好 这期视频领大家看一看印度的小孩子 我觉得印度的小孩都长得超级漂亮的 你看这个 这个我觉得很漂亮 之前给大家拍过 嗯 嗯 然后还有这边有一个小孩 哎 他怎么躺地上 他不让我拍 他躺在地上 嗯 看来孩子躺在地上 是哪个国家的孩子都这样 然后这个小男孩是 Tia的小同学 他叫Vision 我可是记了一个星期才记住他的名字 印度的名字对我来说太难了 然后那个是带着他的保姆小阿姨 老公说这个小区里面的佣人 跟那个住户主人是一样多的 每个家庭至少都有两个佣人 一个是照顾孩子的 一个是打扫卫生的 看这些孩子 然后在印度你经常会看见 小孩子是光头的情况 但是其实这个并不是因为夏天太热了 所以给他剃光头 而是印度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我之前应该跟大家说过就是 剃头发 第一次剃头发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 那个孩子应该是刚办完这个剪头发的仪式 这是一个小宝宝 你看他的侧面 我觉得更IU还有点像 嗯 这个小宝宝有的时候形象 就是我的IU呢 就是鼻子小一点 鼻子小了一点 好下面我看 要给大家看的这个小姑娘 是我觉得是 我见过的所有印度小姑娘里面 最让我惊艳的一个 我觉得她长得特别的艳 特别的漂亮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她化了妆 后来发现就是没有 就是这个站着推小孩子的这个 黄色衣服的这个小姑娘 后来我发现她并没有化妆 她长得就是很浓艳 后来我让阿颜看 阿颜觉得她就长得很普通 她觉得瘦瘦小孩都这样 可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她长在我的审美上 我觉得她实在是太漂亮了 特别惊艳 然后呢 Tia的班级里的小朋友呢 也是长得特别漂亮 我感觉这个年龄段的 所有好看的小孩子 都在他们班级里面了 上次给大家拍过 有一个小Tia 跟Tia一样名字的 然后还有别的小朋友 我觉得各顶各的漂亮 好养眼呀 哪天看着这些小朋友 我觉得这个老师 应该是很幸福吧 小孩子们真的很养眼 每次看他们呢 我都忍不住的多看几眼 然后想一直盯着他们看 看完之后 心情就很舒服的那种 嗯 这个小朋友叫安娜亚 他是Tia 在印度的第一个小同学 最好的好朋友 天天吵吵要去人家玩 我们一次都没去过呢 晚上带孩子玩完滑梯呢 就过来买点菜 好久没买水果了 这是我们家楼下的 小区里面的一个小超市 感觉还挺干净整齐的 比我想象中的干净的多 嗯 洋葱土豆是印度必备的嘛 所以很大一块放在那 然后晚上来太晚了 这个菜都已经快没了 看印度人主要都是吃瓜果类的 他们大部分的菜叶很少 我们再买一点菜吧 嗯 凑合买一点 但发现这边有芋头 我觉得这边小芋头也是真的很好吃 那小茄子长得圆圆的 这是秋葵 秋葵很便宜每天都吃 然后辣面细长条的这个是辣木子 就是在中国很多人吃它的种子的那个辣木子 中国人吃里面的种子 印度人连着皮要做菜用 有吃辣木子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它原来长这个样子的 后来我们发现了 既然有李子卖 我们怕会不会很贵啊 也说会不会有100块人民币那么贵 这还有信 然后呢就说 我说没事咱俩买一个吧 挑一种去买问一下价格 结果最后发现啊 就12块钱人民币一盒 我说那不贵 真不贵 咱俩都买吧 杏和李子我们就都买回家了 周末的时候呢 朋友请我们出来吃饭 很久没有出来吃饭了 今天吃一个韩国餐 感觉看外面这个饭店 好像是很高级的样子 里面的装修也是非常的好的 韩国餐厅在印度还是很受欢迎的 嗯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我们阿树豆子又来了 他是阿炎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嘛 所以一般有这些情况的时候 他都会在 这是一个韩国人开的韩餐 韩餐的烤肉店嘛 感觉还真的是非常的正宗 嗯 然后非常的干净 就是这个韩国餐厅里面 跟印度的外面真的是截然不同 很干净 还有这么多韩国进口来的五花肉 真的好贵啊 好了我先吃饭了 不说了啊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